今天我准备讲一下我的书包里面有什么 What's in my school bag 然后我今天刚刚就是上课回来 然后本来准备下午去图书馆的 结果就是因为暴风雪预警 然后我们需要就停课 但是它是从12点半开始停课 所以就是我早上把所有的课都上完了之后 它才开始停课 就是停不停课跟我关系就不大了 然后我的书包里面今天本来准备去图书馆 所以就带了一个电脑 然后就是挺重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本子和文件夹 这个是大包包 然后还有一个小包包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文件夹 它是塑料的 然后特别薄 是三孔的那种 就是我会把我会把我的就是作业 它是因为是写在那种纸上的 它就可以把它就是夹在这里 就是用这个用这个夹子可以把它打开 这样 然后可以就是把纸取出来 或者是就是你把它放进去 然后像这种打印的纸的话 就需要打孔 然后再把它夹住 这个的话就随便把它往哪一边按都可以 然后这也有两个前面后面都有两个这个小架子 然后就没有打打孔的纸 打印的就可以先放在这边 然后等打印完打了孔之后就可以架到这边来就好 就是这样一个架子 然后还有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它就是特别厚 然后我是寄了两门课 但是它有这是两 这是两夹的 然后它还有三夹的 四夹的 就是你有的可能就是四门课啊 或者三门课 都可以放在同一个本子上面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就是每天上不同的课 然后我还要换不同的笔记本 但是我也不用就是把全部的 就是好多本子放在书包里面 那样就会比较乱 然后也不好找 然后它这个呢 就是中间会有一个这样的黄色的夹子 这样的夹子 然后把它分开 然后它也是就是可以 可以放那种额外的作业打印纸什么的 就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这个前面是我上学期的一门课 然后这个后面是我这些期的一门课 然后因为上学期这个本子挺厚的 然后我没有用完 我就就把这个本子就扯掉 就是会拿来当草纸啊什么的 就还行吧 对就是这样一个笔记本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记事本 这个是无音良品买的一个记事本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就是去年我发现的吧 所以去年那个用完了之后 我今年又买了一个2019年的记事本 然后它呢 它是从 它是从12月份 2018年的12月份就最后一个月的有 然后就是从2019年的1月份 然后它就是每一天它都会有一个这种小格子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今天一天需要做的事情写在里面 然后对 然后就像一个checklist一样 然后你做完了的话 就可以打个go啊这样子 然后每个月都会就是提前把握可能那一天考试啊 然后或者是叫作业都会写上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准备吧 但是我有时候会经常忘记看这个记事本 所以还是会忘记 然后所以就是一定要记得每天都看记事本 然后这个记事本后面它到了 就是记完了之后 它后面就是这种条纹的纸了 然后就可以当正常的那种记事一样的写 然后我一般就会像我现在就是大四了嘛 我在申请研究生有的学校的话 就是我会把我的用户名和密码记下来 因为可能会忘记 对 然后就写一些有的没的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本子 是也是我上次去无印良品买的 然后它的纸质就是超级舒服 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滑 但是这个本子我建议就是可能还是买大号的比较好 我当时是觉得我那一门课没有什么笔记 就不需要那么大的本子 所以我就买了个小本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大本子写的比较舒服吧 然后它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条纹的纸 然后是黄色的 就比较保护眼睛吧 对 然后我把它用来专门寄了一门经纪课 然后特别多笔记 然后还有我的笔袋 我这个笔袋呢 就是里面装的除了笔 还有其他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为就是比较方便 一个这个太字的去屋笔 我当时你看都已经用得超级旧了 因为就是有时候喝咖啡或者是吃东西嘛 就特别容易弄到身上去 然后衣服弄脏了就不会很好洗 所以我就会把它就是先用这个 先擦一擦 然后晚上再回来洗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觉得这个味道不是特别好闻 就是像一股臭口水的味道 超级难闻 就是真的很难闻 然后有时候我衣服自己擦了之后 我还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味道还会在 对 但是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还是特别实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唇油 就上课的时候啊 或者是基本上学习 或者是其他什么时候 这个笔带一般都在我旁边 所以就会拿唇膏比较方便 我会把它放在笔带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护手霜 护手霜就是放在笔带里面也比较方便嘛 然后还有两个 也要水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两个引药水 然后这个引药水呢 它好像是就是我看网上讲是抗蓝光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你看这个PC 然后它看了抗蓝光就是 你电脑或者是手机看多了的话 就抗蓝这个引药水 就是然后舒缓你的眼睛 然后去红血色的那种 然后它的清凉度的话就比较低 就没有那么的刺激 因为我感觉我的眼睛就是 不是特别的经受得住那种非常刺激的引药水 然后这个就是隐形眼镜的那种滋润型的引药水 就是带隐形眼镜会干的话 我就会滴这个引药水 特别是就是夏天的时候吧 夏天在空调室里面的话会很容易干 所以就这个引药水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而且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刺激 基本上这个引药水就是一点刺激感都没有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彩色的笔 我之所以有这么多笔 就是因为有很多记号笔 然后还有各种颜色的那种笔 然后就方便在笔记上面标出那种很重点的东西吧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水杯 就是这个水杯的话它超级大 我觉得应该是有750毫升吧 然后就是因为学校的水就是特别凉 我都会自己带一杯热水去学校 虽然也冷得非常快了在冬天 但是也比学校就是学校打出来的水都是冰水 但是这个的话就可以差不多喝大概四五个小时 我觉得是够了的 然后这种就这种这种被子的话 我一天要喝两到三杯水 因为就是挺干的 然后因为这段时间比较冷 所以我会在包里带一个这个暖贴 而且就是天气都变得比较快嘛 就是就是说不定就一下子就冷起来 然后有时候在图书馆坐得太久的话 就是也容易冷 所以就会贴一个暖贴在身上 然后再看前面的小包包 就是前面的小包包 因为它只有一个袋子 所以我乱七八糟的很多东西都放在了里面 嗯 我带了吃的 一个Kid Cat的那个巧克力抹茶味的 然后还有一个豆乳威化 这个Kid Cat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甜 没有那么腻 因为就是有一点点茶味嘛 所以就挺好吃的 然后这个豆乳威化 这个豆乳的话我当时买 是因为看到它那个广告上面说 是低卡零食 就是没有那么胖 它这个就是上面写了一包的话 就是八十卡路里 然后有时候中午就喝杯咖啡 可能就是下午会饿 然后就会先吃一点零食垫着 然后晚上回家再吃饭 然后还有这个耳机 这个耳机 我会两个耳机都带着 有时候只带一个取决于我去不去运动吧 这个就是无线耳机 然后就是跑步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当时买的时候就是想着啊 为了运动买一个耳机 可是就是买了之后 其实运动的次数也没有很多 但是然后这个耳机就是专门 我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 我就会带这个耳机 因为我喜欢就是边放边听歌边学习 然后我现在使的时候 其实一直都是在用这个无线的 然后带着它充电我总是忘记充电 所以我就会带着这个耳机 而且我觉得后来我发现这个耳机的音质的话 好像会更好一点 就是感觉会更好一点 这种这个耳机的感觉 我觉得就一般般吧 没有特别好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还会带一个小镜子 就有时候补一补口红啊 然后什么的 看一下自己的眼妆画没画掉 对 这个镜子其实是我记得在淘宝 买橡皮筋的时候给人送的 对 然后还剩两支口红 然后这一支呢 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的口红 就是我今天涂的这个口红 是这种深色的 对 是Charlotte Timberley的那个 Walk of Shame 然后这个我就是一直放在包里 可能没拿出来 因为东西太多了 然后但是这个我喜欢就是夏天涂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浅 是那种珊瑚色的 我觉得夏天涂的话就显得比较 舒服一点看起来 对 然后其实这个包的话我背了有将近四年 但是我中途就是换过一次 这个包当时弄脏了 然后我去拿去洗 然后我就又买了一个另外一个书包 但这个书包的话就是这个 灰色的 灰色的包包 这个包超级大 然后也有一点重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帆布的 这个布挺厚实的 然后所以这个包很重 然后它比那个包也会大很多 它就是它里面有超级大 这么大 就是我的本子放进去上面还会空这么多 因为我的个子就比较矮 然后这个包的话 它其实你看有我就是半个身这么高了 然后我背上去就显得 显得我会更矮 然后有一次我哥帮我背这个包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我哥哥那个身高 背这个包是刚刚好的 但是我的哥哥是一米八 所以这个包对我来说就是真的超级大了 这个是Avelyn 然后这个黑色的包 是当时就是我们学校图书馆门口就会有那种地摊一样的 然后他就会卖这种这个牌子的书包 是Herso 所有了今天的内容 拜拜 拜拜